to the summer of love Hello YouTub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enny 今天呢 對所有馬來西亞人民來說呢 是一個相當相當特別 以及有紀念性的一天 今天呢 就是我們的8月31號 馬來西亞的國慶日 YA 那所以呢 今天翔羽呢 就要在這邊呢 講一些關於這個 國家獨立的這個歷史啦 OK 開始囉 OK 那各位觀眾 在講歷史之前呢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重點 要請大家先理解一下齁 就是呢 馬來亞並不是馬來西亞 那在馬來西亞這塊半島上面呢 曾經有多個馬來王朝 所統治過 那一樣呢 也有被日本啊 歐美其他的國家給殖民過 那最後呢 就在英國人的殖民下呢 建立了馬來亞聯合邦 那這個馬來亞聯合邦呢 是不包括沙巴跟沙勞越 還有新加坡的 由此可以看出馬來亞 以及馬來西亞的這個分別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講這個歷史啦 那在1946年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英國啊 把這個新加坡 從馬來亞聯合邦裡面呢 踢出去 所以呢 新加坡就變成了一個 直轄的一個殖民地 同時呢 也宣佈一個 組織馬來亞聯合邦的一個計劃 但是呢 事與願違啊 因為這項計劃呢 大大的削弱了這個 馬來統治者的這個權利 且將公民權呢 賦予華人 還有其他的這些少數民族 所以呢 這項計劃呢 就遭到馬來人的強烈反對 面對馬來民族 怨聲載道這個抱怨啊 英國呢 最好放棄這個 平等公民權的計劃 那在1946年6月成立的這個 馬來亞聯合邦呢 在1948年正式的解散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1948年建立的馬來亞聯合邦 而當時的馬來亞聯合邦啊 是由英國女王委任高級的專員所統治 那為了擺脫英國殖民呢 以爭取獨立 國大黨 巫統 以及馬華公會呢 在這個東姑阿都拉曼的這個率領下呢 到英國談判一些民選自治的這個政府事宜 隨後於1955年7月27號的首屆立法議會選舉中 這個聯盟啊 成功從52席中奪得51席 那在英國監管下呢 組成了這個自治政府的這個工會 那在1956年的這個1月到2月的期間呢 東姑阿都拉曼呢也率領了這些代表 前往英國達成的這個協議 那這個協議呢就是英國政府同意讓馬來亞 在1957年8月31號獨立 並且呢設立了里德委員會 里德委員會呢主要就是要朝你馬來亞的這個憲法 那在1956年的2月20號呢 這個代表團啊就從英國飛回來馬來西亞啦 並且呢在馬六甲這個伊利英雄朝廠呢 宣布了這個獨立的日期 那在1957年5月9號 東姑阿都拉曼、東姑阿都拉薩、翁玉琳、頓三班旦呢 又再度前往英國談判一些獨立的事宜 那在1957年8月31號 5月12時馬來西亞終於獨立啦 那這個英國國旗呢正式的這個降下 由這個英國的皇室還有馬來統治者呢 共同看見這個馬來亞的國旗 徐徐的往上升 那這個東姑阿都拉曼呢 隨後呢也帶領了馬來西亞的國人們 高喊的七聲莫迪卡 莫迪卡、莫迪卡、莫迪卡 就是馬來文的獨立的意思 正式宣布馬來亞獨立成功 所以呢這個東姑阿都拉曼呢 也變成了馬來西亞的國父 那我們也尊稱他為這個獨立之父啦 等等等等等等 這個歷史還沒有講完啦 那在1963年的9月16號呢 馬來亞與沙巴、沙勞月還有新加坡 一起成立了馬來西亞 並非馬來亞、沙巴還有沙勞月 他們原本要獨立的日期 其實這個沙巴、沙勞月他們原本呢 也是一樣想跟馬來亞一起在8月31號獨立 不過呢後來因為一些事情導致耽誤了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馬來亞還有這個馬來西亞獨立的日期呢 就也有所不同啦 那在讀完這個馬來西亞建國史之後呢 我的心中啊實在也頗有感觸啊 因為呢在這個建國獨立的這條路上呢 是有許多的障礙、困難以及挫折的 那我們這些建國的先賢們呢 也是一步一步的克服了這些挫折 才使得馬來西亞有了獨立的這一天 那也因為有了這個獨立的共同信念呢 而使得馬來西亞內部的三大民族呢 變得更加的團結 讓馬來西亞的內部呢 變得十分的安定 所以呢 我們更應該珍惜馬來西亞現在所擁有的團結啊 因為呢這無非呢 就是給這些建國先賢們呢 最好的回報、最好的禮物了 一起在歷史中為馬來西亞寫下更輝煌的一面吧 Mu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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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國慶日特輯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你在影片下幫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除了的話你可以到我的IG還有我的FB粉專區幫我按個讚 OK 好 我是任意祥韻 祝大家國慶日快樂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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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